亚太饭店位于北京的西四环 时任长春亚太队主教练的高洪波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和相熟的记者打着招呼 这一天是2007年10月4日 北京开始下雨了 路上好走吗 堵了多少时间 半小时吧 你觉得今天国安球怎么样 2比0啊 肯定赢了 那这回觉得对这场有什么想法吗 什么期望吗 不敢说呀 不敢说呀 不敢说 你瞧瞧的跟我们说吗 我是亚太 他们亚太赢了 六七年了 关于那场比赛的记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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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想在比赛结束的第一时间到赛场对您进行采访 但是我发现您很快就离开了这个比赛的现场 并没有参与到和这个队员在场地内的这个欢庆当中 我知道北京这座城市对于您来说可能有着特殊的含义 那么今天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战胜家乡的球队 我不知道您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谢谢 这片场地是我从小生长踢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 所以这块场地上可以说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在踢 在我自己的成长这种经历的这个启蒙阶段满在踢 所以我今天在赛前我也跟队员讲 虽然我们是客场比赛 但是在这片场地上作为教练 作为主教练有很深的这种感情在里面 希望我们能够好运 人们根本无暇顾及国安主帅李章珠的表情 所有的镜头都描向了小他十岁的高红波 这一天就是让北京球迷念念不忘的风提雨夜 作为今天的主人公 我们不打算讲述作为射手时高红波的故事 我们讲述的是 作为教练 高指导的故事 从广州松日队退役之后 高红波的执教生涯也从这支队伍开始 比如说本来他是打算很细心地耐心地告诉他 做主教练是今天的环境下 并不是今天才挂靴 明天我就可以当主教练 作为高红波球员时代的最后一位主帅 性格张扬的巴西人塔瓦雷斯给稚嫩的高红波泼了一盆冷水 发泄 咆哮 挑衅 巴西人使出了浑身泄疏 四川全星队最后时刻连入三球 逆转了广州松日队 一项冷静低调的高红波 让我们见识到了他的另外一面 祝贺塔瓦雷斯先生在主场又获得一个成功 作为我来讲呢 感谢球队在今天的比赛中的大部分时间的表现 应该看到我们11个人能跟12个人的比赛 确实打起来很困难 并且我们也是一支连假币都不如的球队 所以今天的发挥和表现 我对我的队员相当相当满意 我想比赛还很漫长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的阴影尽快过去 为今后的比赛做好准备吧 再一次感谢大家 实在抱歉 因为有球队在等我 对不起 还没玩呢 还没玩呢 俗话说得好 迷人还有个土性呢 在高红波平静的外表之下 拥有着好强和倔强的性格 这样的性格 可以让高红波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但同样是这样的性格 也可以让他走下神坛 我想就是说我来到长城亚太这个半个赛季多的时间 可能在队伍的改造上触动了一些过去的一些利益 可能就是有些人不太喜欢我留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我想队里边绝大部分球员 还是希望踢好比赛 还是希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所以我在这里 包括我比赛结束之后 我也跟我的队员讲 输球教练员来承担 没问题 但是输球让我看不明白 不是你拥有的水平输的这个比赛 那对不起 我在这里待一天 就是我说了算 亚冠 对于当时的中超球队来说 无疑是个甜蜜的漩涡 作为中超新贵 长春亚太显然在亚冠和中超的夹缝中迷失了方向 两天那个网上就是说 这么长时间高风波这种轮换字 咱们今天算是走到了一种镜头 你怎么看这个轮换呢 这个教练是什么想的 我们只是服从 谢谢啊 可以说90分钟比赛里边有大概六七十分钟 我都不知道我在指挥的是不是长春亚太队 我们有些球员能够十次拿球 丢九次 而且这种球员 他的平时的能力绝对不是这种水平 亚冠惨遭淘汰 中超连战连败 让球队内部的关系紧张到了极致 不到一年的时间 高洪波体会到了事态的炎梁 也体会到了他做球员时期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也从人们曾经景仰的高之道 变成了人们现在形同陌路的高某某 最终长春亚太俱乐部在经过权衡之后 以高洪波的下课 平息了这场内讧风波 广州松日 中国国哨 厦门蓝师 长春亚太 这就是高指导的执教轨迹 昨天是青春童话里珍藏的钱 昨天是梦想撞远变希望的天 昨天是梦想撞远变希望的天 今天我作为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 坐在这里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和心存感激 同时更为这种责任感到忐忑 正式聘请西班牙籍足球教练员卡玛乔先生 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本届国家队的周期最终目标 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 我们不会为某一个赛事 来考虑整个队伍建设和足球的建设 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长远发展 长远建设问题 回顾这段有些令人心酸的往事 恐怕会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想 2009年春天 经过长达81天的公开竞聘 43岁的高洪波成为了新一届中国国家队的主帅 史上最年轻 横空出世 我们这支国家队的发展的方向 应该是以这个世界足球发展的潮流为探照目标 结合中国球员的自身的特点 希望我们这一届的国家队 能够在中国足球的风格上 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发展模式 年轻的高洪波赋予了这支国足青春的活力 和全新的技术理念 终结32年逢寒不胜的尴尬 完成了他球员时代的梦想 邓卓祥在面对世界冠军时的神来之笔 更是彰显了中国球员的自信 那时的高洪波愁愁满志 但是后来的亚洲杯比赛却成为了高洪波执教国足的分水岭 为世遇赛练兵的说法也成为了他下课的导火索 2007年的风体雨夜 高洪波曾留给了我们一张冷静的面孔 这张面孔封杀了家乡球队的争冠之路 2011年的合肥雨夜 高洪波又留给了我们一个遗憾的背影 这个背影为中国足球画上了一个问号 四年轮回无谓杂陈 高洪波在雨中的身影恍如昨日 只是各种滋味 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 我把过去09年到11年这个国家队的工作 作为我的上半场 只要有机会的话 我要把这90分钟剃完 坚持的信念已被风吹赶 回头望心情的少年 他们唱着歌 渐渐的走远 这世界 所有太多的孤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